日本星期二公布了2013年的防衛白皮書並且首次提出要強化日本獨立防衛力量建設 這是強硬派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後誓言要發展日本防衛以來出台的第一份防衛白皮書 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禮行記者會上說 中國注意到日本近期不斷圈嚴中國威脅人為地製造地區的緊張對立 他説 在去年日本將管轄的尖角列島也就是中國所稱的釣魚島國有化之後 導致中日兩國關係緊張中國宣稱對釣魚島擁有主權 日本每年一度的防衛白皮書也招致到南韓方面的指責 南韓外交部發言人呼籲東京從白皮書當中刪除獨島也就是日本所稱的捉島 屬於日本主權的內容獨島目前在南韓管轄之下 南韓外交部發言人趙泰永說 韓國政府強烈抗議日本7月9日公布的防衛白皮書 將獨島包括在日本領土範圍 並呼籲日本立即刪除對獨島擁有主權的內容 不要再重複類似做法 日本說 捉島是日本領土主權的一部分被南韓非法佔領 本集團 本集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